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人挺奇怪的 喜欢短头发 别人都喜欢长的 我喜欢短的 那你换了什么 我 我换了一把小戳子 很小的戳子 我听说你好像拿你父亲的眼镜也跟他换了东西 是 你父亲的眼镜应该很贵重吧 没有 没什么 他当时也没有药 宝宝就是这样的人 别人觉得贵重的东西 他反而觉得没那么重要 这个宝宝真奇怪 自己不会写字 换支钢笔干什么 这支钢笔是你的 这支钢笔干什么 这支钢笔干什么 是 看这支钢笔是 这支钢笔是 这支钢笔是 原来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接替他来管你 你要干吗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慢点 你这儿真不是人带的地方 我就知道 宝宝会死的 他要是活着 不会不回来的 你让他去杀红索 他这么想 有什么都看不见 洪孙的 洪孙已经被抓起来了 你放心 他不知道你在这儿 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你住在这个地方 你到底是谁 你待会儿就知道我是谁 我一定会儿跟他在这儿 我直接知道 你别人啊 我 supposed to 我想起来了 你带着宝宝去过长途汽车站 你知道红尊要跑 是你带着宝宝把他拦下来的 是我 你到底是谁 跟你要杀的人一样 我是潜伏特务 我不认识你 你认识红孙 你认识宝宝 知道我们所有的事情 可是我不认识你 你到这里到底想干嘛 代号叫孔雀 你是空军 我知道了 宝宝应该告诉你 当时我 黄孙 还有另外两个人 你席被关进了江南监狱 宝宝跟我说过 当时一股抓了四个人 其中三个女的分别叫 我 孔雀 鸽子和红孙 你就是那个孔雀 宝宝还跟我说 现在公安正在调查 这三个女的分别 这三个女的当中 到底是谁 出卖了烈士江人 江人 带好猫眼 他以前是我的商机 也是我的丈母 为了保护他 为了保护他 红孙 还有鸽子 制定了一个计划 这个宝宝没说过 他不知道 我们商量 由我家攀边 供出红孙式猫眼 再替蒋人去死 这样 蒋人 还有鸽子 他们就安全了 可是没有想到 结果 结果红孙没死 他成了叛徒 我们照计划进行 可是却忽略了一个人 独生鬼 我供出了红孙 他根本不信 他提升我 一次 两次 三次 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折磨我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供出来 蒋人才是真正的猫眼 是你 对 我是叛徒 佩服 佩服 杜盛亏为了保护我 把我安排在监狱里潜伏下来 同时也枪毙了红孙 解放后 我却因为出卖红孙的罪名 在监狱里一直住了下来 直到前几天被释放 在监狱的这段日子 我的内心一直在受折磨 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我想真真正正的做人 我不想再担心手把 所以 我想请你帮我 你找我干嘛 我可帮不了你 你帮得了我 只有杜盛亏知道我的秘密 我也知道 他安排了一个特务小组潜伏下来 只要我得到这个特务小组的名单 并把它交给政府 我就是指正带特务杜盛亏的英雄 到那时候 他要是再说我什么 那也都是打击报复了 你可以帮我 帮我得到特务小组的名单 你怎么知道 我这就会有那份名单呢 红笋根本没有死 杜盛亏骗了我 我跟踪他 看到了宝宝 很容易 我就发现了你这条线索 我还知道 你知识红笋杀了人 你知识红笋杀了人 而且 容飞 映山红 他们的情况我也都清楚 还可以轻易地找到杜盛亏 谁是真正的潜伏特务 你别以为 就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就算我有那份名单 我凭什么帮你 我早就想到你会问我这个问题 第一 我可以让你活下去 我也可以让你死 我想 你应该会选择 有价值地活下去 第二 这份名单上交给政府 你的目的一样也可以达到 目的达到了 你还能活得很有意义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你都应该接受 你好好想一想 好 可以把名单给你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去帮我杀一个人 我只认杜盛云 得到特务小组的名单就是为了好好的活着 杀人要偿命的 我只认杜盛云 这个你不会不懂 我怎么能相信你说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空口无凭 答应我把这人杀了 我就会相信你 我不想杀人 那你就杀了我吧 你也看见了 这么多年 我活得忍不忍贵不贵的 我要活够了 你杀了我我就解脱了 你可以把名单给我 但是 我不会伤己无辜 张四海 男61岁 半边相思好 好 我去看看这个同志 到底是不是特务 什么事 стол これは 好 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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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头像 我们已经确定了 这个人的身份 这个人就是张四海 张四海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六十岁 他生前一直都在 一个有钱人家里做仆人 这个人 就是张四海的替身 现在他也六十岁 他的地址在半边巷四号 他一直都在那摆一个小烟摊 现在没有人知道 真正张四海的身份 也没有人知道 这个代替者的身份 另外这两个人的身份 我们还在查找中 我看 先把这个张四海监视起来 看看他有什么活动 最近 是不是在跟潜苏特务联络 好 我去 那我去查查这两个人的身份 这几天一直如此吗 嗯 白天看他的烟摊 晚上吃饭 溜弯 睡觉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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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非得让他输得心服口服不可 看样子 已经有了必胜了方案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映山和翁海好吗 不太好 但是我相信他很快会调整过来 他比你想象的坚强 他的付出让我们的案件有了重大的突破 用这把钥匙的地方我们找到了 并且还找到了五个头骨 进行了塑形复原 确定了其中一个人的身份 张四海 还找到了他的替换者 现在在摆烟摊 严调整个人的身份 年纪中流的这一手 你没有想到吧 小人 他是小人 你是什么人 你说过 第一 我有信用 第二我有任务 第三 我的任务完美的 不容得我自己去破坏 看来你对这三点的概括很在意啊 但是这三点 概括的是一个高人一等的人 你不是这么看我的吗 以前我这么认为 现在不这么认为 那你了解我什么 说出来听听 说出来我怕你后悔 说出来试试 你还记得林阿珠 就是你的偶像 从你塑造他的身上 可以看得出来 你对自己的理想想象 所以 你对林阿珠 到了痴迷的程度 甚至不惜千里迢迢的 去替他赎回妹妹 你真的不知道 林阿珠 是个什么样子吗 那就是一头好吃懒做的猪吗 而且是一个普通的犯人 自己的偶像是真是德行 是不是让你很失望呢 都是些沉芝麻烂骨子 其实你呢 只是个普通的罪犯 目的庸俗 手段胆怯 你甚至不敢面对真正的自己 你这些人身攻击对我没用 黑白无常看到的 是你自己塑造的那一面 你把刑参谋说死了 他们俩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 但是真相呢 其实你早就认识刑参谋 甚至刑参谋一开口就会让你完蛋 为什么 因为他抓着你的把柄 什么把柄 是钱 你是在为自己杀人灭口 一举两格的事儿 为什么不做呢 你去为林阿珠的妹妹赎身 拿的不是自己的钱 是国家的钱 你拿的政府的钱 千里迢迢地找到了林阿珠的妹妹 替她输了身 她面对你感激涕领 对于一个高人一等的人 如何面对这个场面呢 可你只是个普通人 甚至是一个龌龊的小人 你没有忍住自己自私的那一面 你以恩人自居做了一回嫖客 而且没给钱 那又怎么样 我是男人 我有恩于她是男人都会这么想 是啊 你就是一个普通的行吃饭嘛 你的心里面装的只有贪婪和欲望 放松点吧 别再表演那些崇高啊 深刻啊 可以结束了 冯飞 你跟我说这些没用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要抓的是正拓 正拓要杀人 杀谁啊 为什么杀人 我为什么要被这些问题 纠缠得也不能为啊 我完全可以放松一些 换你的死 他杀的都是你们的潜伏特务 我为什么要劳心费力地去寻找薪水 让他去杀 你知道正拓是谁 正拓是鸽子的未婚父母 没想到的 那么你的鸽子又是什么样的人 说 继续说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正拓真是鸽子的未婚父母 不信你抓他出来喂他 我已经说过了 我累了 我不去找正拓 你是公安 他在杀人你不能不管 和我鸽子跟了你三年 你不能丢下他不管 那么你又是什么样的人 你忘了你自己说过的话 我是有信仰的人 我是判官 你必须把正拓抓回来 我要想上去反应你 把他带下去吧 必须去抓正拓 我会想上去反应你 正拓真的是鸽子的未婚父母 等着抓住正拓再说吧 不过 现在的这个杜盛奎 可比以前真是多了 那这一杯 我代表江南监狱的权力同志 欢送小刘同志 胜利完成任务 返回北京 谢谢 谢谢 真的特别感谢大家 这么长时间以来 对我的帮助 你说感谢这个事就不对了 我们都是革命同志嘛 对不对 我提议啊 大家共同举杯 祝贺龙飞同志的这个 案子破的 有了新的进展 同时啊 杜盛奎这个老奸去划的东西啊 他终于陷了原刑上 来 来 我看啊 这杯酒啊 还是应该敬小应 因为多亏了他 我们的案件 才能得以有这么快的推进 对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觉得 我最应该敬龙飞同志 工作这么长时间 我确实在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特别的 是你让我更了解了我自己 我要谢谢你 你 你太客气了 来 来 来 之前啊 我还真以为杜盛奎是个难啃的骨头 没想到 他就是一只老虎 被龙飞同志一捅都破 现在无非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杜盛奎虽然不是只老虎 但是是一条恶狼 为什么要找那些人呢 而且为什么用那些人来替尸还魂呢 还有 那些潜伏下来的特务 也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之处 而且更没发现他们有什么行动 都是为什么呀 看上去 杜盛奎是陷了原刑 但其实 我们到现在 还没有找到他的弱点 所以单从任务上来看 任重到远啊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坚持有点事 怎么这么没气氛呢 杜盛奎 我先给你喝一杯 来 辛苦了 吃口菜 杜盛奎 说说 杜盛奎那家伙怎么样了 还说呢 自从龙飞同志审完他以后 完全变了一个人 哪天也不锻炼身体了 也不讲究什么卫生了 就是一天嚷嚷就要向上级反应 真没想到他是这么一个人 他反应什么呀 我哪知道 他想反应什么呀 不知道 你们这是什么伙食 魏珠呢 我要向你们上级反应 天主 海中 只能习脑 人 阿嬷 少了张四海 我再告诉你 我再给你 大夫 挂号 怎么了 我头疼得厉害 先量个表吧 我头疼得厉害 注意 有情况 这个人鬼鬼祟祟的 要不就进去抓了 等等 别打草军事了 抓不抓 这样 你们两个人呢先跟上他 看看他要去哪里 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好 快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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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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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巴甩掉了 甩掉了 组织上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快来人啊 快来人啊 出人命了 快叫公安 叫公安 走 抬头 龙佑 情况基本是这样的 孔雀为了监狱的图书室目击图书 碰巧到了这里 当时呢又没锁门 他就进来了 进来之后就发现 张四海已经死了 前空的时候 没发现问题吗 之前发现一个男的 我派大梁去跟了 结果没跟住 他走的时候拿了一个盒子 明显是来接头的 他走了之后 张四海也没什么异常 你怀疑是那个男的 杀了张四海 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推断 我觉得这是最合理的警示了 但是他在那里的警示出来了 他这一种目的是 你现在就在那里面 你觉得是什么 我自己想要做 我现在就在那里面 你觉得自己的 我自己想要做 你觉得自己的 最后我们是在这里 我们就是在这里跟丢的 当时是几点钟 十点多 准确点 十点二十 当时我看了表 你们从那儿走到这儿 需要多长时间 大约半个多小时 老张 孔雀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差五分十一点 十点二十 差五分十一点 孔雀出现 这中间也就是半个小时吧 那你在监狱都是准确的 你的意思是 孔雀他 中文字幕——YK